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要讲的呢 就是和千里江山图同时期创作的传世名画 清明上河图 千百年来的清明上河图 被我们这么多 无论是文人士大夫也好 百姓也好 都是疯狂的追捧 这幅图画它到底讲的是什么内容呢 图中又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小秘密呢 我这一集要仔细给大家讲 细讲之前呢 屏幕前的小朋友别忘了啊 多给美老师发弹幕 咱们相互的沟通交流 在美集之后呢 美老师会赠送大家一个彩蛋 宋辉忠造极这个人啊 肯定不是一个好皇帝 但他绝对是个一流的 顶流的艺术家 而且呢 在他的这个帝王生涯中呢 他还特别看重绘画 清明上河图 这个画名就是宋辉忠亲自提写的 他呢也是这幅长卷的第一个收藏者 如今呢 在这个清明上河图上 他的那个提字已经看不见了 有可能是因为在流传过程当中啊 宋辉忠的事太值钱了 已经被啊 这些商人也好啊 收藏家也好啊 故意单独才去卖了 总而言之吧 清明上河图的诞生呢 也离不开北宋当时啊 那种非常好的文化氛围和背景 也正是宋辉忠在位的时候 当时画家的地位啊 才被提高到 中国封建历史上最高的位置 成立了这个汉林书画院 也就是当时的宫廷画院 更为重要的是呢 宋辉忠在崇宁三年 就公元104年 还设立了化学 正式呢 把这个绘画纳到了科举考试当中 而且正是在宋辉忠 他那个时代呢 他招揽天下画家 而且呢 开设了这个学堂 来教这个绘画课 宋辉忠本人呢 还曾担任过这个绘画考试的考官 那说起清明上河图呢 我们肯定要讲一讲这个节日清明 我们要知道 传统节日里之后清明 它既是节气又是节日 有人就会说了 清明节最大的节俗和习俗 就是扫墓啊 我们都说这个清明上河图 画的是清明节 画那天的节日 为什么这个全图当中没有一处扫墓的场景呢 首先我要给大家解释的是什么呢 伟大作品都没有平铺直序的 我们讲的是清明上河图 不是清明上坟图 画家张泽端 他所处的宋朝时期 清明节是放假七天 我们中国人呢 一直是崇尚现实主义和理性宗教主义 尊重适者 更看重呢 是现实的欢乐 现世的欢乐 所以说人们在清明节不仅要扫墓 要祭奠亡灵 最重要的就是趁这个节日呢 外出踏青 展现出我们生活的乐趣和生活的美好 从某种意义上说呢 宋朝的清明节呢 实际上也是个欢乐的节日 清明上河图虽然没有画扫墓那场景 但画了很多和当时清明节习俗相关的一个场景 还有那些士啊 人啊 画面一开头 实际上就有扫墓归来的队伍 就有叫做插柳的这样的场景 这就是当时清明插柳习俗的真实展现 我们前几集曾经讲过 宋代孟元老驻东京梦华录 他就专门写这个清明节的这一节 其中写到 北宋清明节扫墓归来呢 教子既以杨柳扎花 庄簇顶上四垂遮映 为什么要用柳枝呢 因为柳树在我们中国古代 不仅借用柳 柳这样的谐音 有文学西别的含义 还有万物新生初始的含义 更有柳枝驱邪的这样的含义 所以当时柳树又叫鬼步树 鬼都害怕 因此呢 宋朝人从清明郊外归来呢 就是以杨柳扎花来装饰他们的教子 这个呢 也有吉祥发声的意思 也有避邪驱邪的意思 所以说清明上河图啊 没有什么具体扫墓的 那样的一个画的场景 但是对于许多场景的细节呢 它这幅长卷中呢 都有展现 我们可以挨个讲啊 为了能够完整论证清明上河图 就是画的当时北宋的清明时节 我下面给大家讲的一些论据 我们看啊 清明上河图这幅常见当中 出现有黄胖 清明节的黄胖 孟元老在东京万华录当中也提过 宋代好多笔记当中也记载过 但我们今天大家会恍惚 黄胖是什么东西啊 又黄又重的大胖子吗 不是 黄胖也叫迎春黄胖 就是当时啊 清明祭嫂是用的泥仁 类似我们今天啊 这个如西名 这个惠山泥仁 还那些土偶 在清明上河图当中呢 你看在红桥两端分别有三处 出寿黄胖的摊贩 红桥我们知道是全画最引人注目的情节点 那么在这里啊 画出寿黄胖那个摊档 哎 清明节的用意就非常明显了 在这幅画的画尾 四号梁车拐弯处 也有一处出寿黄胖的摊贩 显然呢 这也是作者的匠心安排 宋朝的这种黄胖呢 说他是祭祀之物也行 实际上他们最多呢 还是供那些交友扫墓的那些耳朵 拿在手里玩耍的东西 但黄胖当时售卖 不是一个或者一对那样卖 小孩呢也不是说一对一个的玩儿 而是这边买一个 那边又买一个 穿起来玩儿 有时候他们的一串会多达十多个黄胖 看着就赏心悦目 此外呢 我们还在图中 城隆内出城的文武官员呢 画中都是骑马 骑蕾 还有坐轿的 后面呢 还有仆人 什么挑着石盒啊 遮阳伞啊 包括那祭祀之物 在画的尾部呢 大门口还有人手提着百八字样的闽臂 肩负着大包的纸马 这就明示着这些人都是去祭嫂的 就是平时他不可能背这些东西 而且官员出行啊 一般都是在城内 只有祭嫂的时候 才会带上 平时大门不说二门不卖那些女性家眷 才这么成批成批的 成对的啊 出到郊外 有观众可能会问 清明上海中有没有画一些那清明节的食物呢 当时的人这个清明节的吃什么呀 直到现在 我们全国各地也都有流传下来的清明节特色食品 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北京的韩食十三绝 说的韩食十三绝 大伙可能不知道 包括北京的土著可能不知道 但是什么豌豆黄啊 爱窝窝 雷达果人总听说过吧 这些都是老北京的韩食小吃 那在清明节宋朝人吃什么呢 肯定和我们今天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还是得根据孟延老的东京梦话录 还是得看他的书 根据这本书记载呢 节日方式卖仇刑 卖糕 乳酪 乳饼之类 哎这个就是当时宋朝人吃的 他还写道呢 当时的开封世述上坟 各写枣糊 吹饼 黄胖 吊刀 名花 异果 山丁 戏聚 鸭卵 击除 为之门外 吐鱼 由此可见呢 当时人所带那个枣糊 吹饼 异果 鸭蛋 鸡蛋 这些食物 除了具有败祭功能之外呢 也就是当时人在这个清明节啊 啊 这个这一天必吃的东西 其中所记载的枣糊 听上去大伙是不是以为 黏糊糊的那种招呼式 实际上就是早三角 我们看这幅图 在那红桥之上 孙家正殿之前 包括那画尾 那个梁车旁边那挑蛋当中 都有三角形的早三角在出售 当然了 这个早三角呢 好多专家在解读的时候 都以为是西瓜 实际上不是 是早三角 当时的北宋人呢 在清明节还吃一种叫 子推荐的面食 我们看图中有个盲人旁边 插了一串东西 就是这种子推荐 活面做宴行 然后争着吃 由此可见 清明上河图当中 有好多清明节的元素 但是呢 如果没有像梅老师 一种专业人士的解读 我估计一般人啊 可能还看不懂 既然张泽端画的是清明上河图 他干嘛不直接画个 祭扫的场景呢 如果那儿的话 大伙都知道这就是清明节了 首先呢 清明上河图本来就是歌颂啊 北宋清明盛世的这种宏大叙事的图画 当时的这个主宣律童画 它绝对不是一般的清明上坟图 其次呢 艺术这东西 大伙也知道 讲究的就是耐人寻味 张泽端当时的身份是宫廷画师 他画的画肯定是要给皇帝看的 他不可能画一个坟 画个墓什么的 给皇帝看 那太不吉利了 我们看清朝那画就不行 那宫廷画 画大队仪仗去拜灵 过于直接和粗俗 因此呢 清朝它整个的文化气息 比宋朝水点差圆了 宋朝的绘画艺术高度发达 宋徽宗本人又是一个说话大家 因此在绘画意境方面肯定是非常高潮的 我们都知道 有关他给别人出题的那些故事好多 比如说他出个题目叫山中藏古寺 一般的人见识前的呢 肯定就画个深山 画个寺院 特别红利 但是呢 当时得第一名的 人家没有画任何寺院房屋 只画了一个和尚在山西间调水 另外一个题目呢 踏花归去马蹄香 你看得第一名的没有画任何花卉 画多少鲜花 画什么牡丹没有 人就画了一个人骑马 马在飞驰之间 有蝴蝶飞绕在马蹄间 大伙看到紫处呢 可能就笑 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凡是宋徽宗出题目 题目中有啥你就避开啥 避开的越巧貌 你成功的得第一名的这个几率就越大 总而言之呢 宋徽宗是个大文学家 大艺术家 他的这些出题 他的这些做法 实际上极大刺激了 我们中国画意境的发展 所以说张泽端在《清明上河图》当中 虽然没有一处画扫墓 但是在画中时不时就点名了清明节的主题 这才能成为千古名画 这才是关键 当然了 张泽端的《清明上河图》 这幅长卷 除了看出当时北宋的清明节的节日的氛围以外 我们还能看出许多和清明这两个字相关的东西 我们要知道清明上河图 这个清明两个字 不止局限在清明节这个节日上 我们还可以联想到更广义的文化清明 还有北宋科技高度发达的那种物质清明 为什么说清明上河图还展现出宋代的文化清明呢 因为宋朝对于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来说 确实实实是一个非常开明的时代 相比较而言宋朝皇帝对待读书人对待世代 确实是非常开明和容忍 与此相较呢 与此相比元明清时期 封建帝王那种专制主义 他的那种禁锢 那就比起宋朝来要强多了 清明上河图另外所展现的就是当时的那种科技文化 我们也都知道我们中国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 指南针活字印刷包括火药都是在北宋开始发明的 或者是在那个时代开始真正应用的 清明上河图这幅画建当中的科技最大的最直观的展现呢 就是当时画中所表现的桥梁和传播的制造技术 你看在这幅画当中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又美观又实用又独创性的这种木结构桥梁 它的创始人呢据说是青州 也就是今天山东亿都那个地方 当时一个不知名性的劳成废族 虹桥的构造原理说简单也不简单 是五长两短七根拱木 然后构成两组拱鼓系统 然后搭成立体的结构 再用横木呢联系起来 形成这个拱架 而这种结构呢在技术上就被称为叠两拱 我们看看图中这种红桥 这桥底下完全没有任何柱子支撑 绝对是碳没观止 从结构力学上看呢 红桥的构建非常科学和巧妙 最主要的是这种结构啊 也使得红桥啊 获得了非常美丽的造型 你看那个大师人艾雷特就曾经说过 一个中国式的花瓶虽然是静止的 但是看上去呢却在不断的运动着 红桥同样也是具有不动而动的那种特质 我们中国的古建筑艺术 本身就趋向于非动之美 所以这个红桥它独特的 这叠两拱的那种构架 就逻辑清晰 结构严密 而且自然优雅 同时呢 还渗融着那种轻盈欢愉的情调 说了红桥 我们再看看图中那条船 其中呢 就包含着当时船舶发展的 非常高的技术成就 怎么镜头推进 最好再用放大镜子一看一看 船板上有台钉子 这可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连接工艺 叫什么呢 叫定阶笋核 也就是船板使用长钉来连接 那个钉子是从船壳外往里钉进去的 这项技术不是宋朝发明 在我们国古代 唐朝已经得到应用了 发展到宋朝 这项技术就更加成熟和完美了 而同时代 欧洲国家的船板 还是用皮条绳索捆绑着 完全他们不会用这种钉笋来连接 由此可见呢 在宋朝的时候 我们中国的造船术 在世界上绝对是遥遥领先 《青红上河图》这幅长卷呢 实际上主要彰显着宋代 宋朝的文化清明和科技清明 但是呢 我们总会联想起 宋徽宗这个亡国之君 宋徽宗这个人呢 不是暴君 他是昏君 18岁登基 登基的 当黄历的第一年呢 也曾经是非常有主见 有抱负 在他在位的初期呢 北宋的经济是非常繁荣的 也没有轻易对外用兵 和辽国啊 西夏这些政权吧 也能够和平相处 国内的这个社会 也是这个经济非常发达 人口当时多达六千多万 当然我们今天也说到六千多万 那数字不多呀 但要知道我们中国历史上 两汉极盛之时 人口不过四五千万 隋唐盛世 人口最多也不过是六七千万 而且那几个朝代 当时的净土要比宋朝北宋大得多 我们都知道富数一词 富呢就是指经济发达 数就是指人口众多 因为在我们古代 人多就是国家之福 人多呢劳动力就多 国家就富足 所以说宋归宗站位的中前期啊 北宋的国力啊 确实非常可观 但宋归宗这个人呢 个性轻浮 又储尽菜经啊 铜冠啊 六个奸贼 大肆搜刮什么花石缸什么的 追求奢华的生活又旺开冰端 最终呢是身辱国王 所以说从和宋归宗同时代的 这幅清明上河图当中 我们仔细解读仔细看 就能看得出这幅图画中 也是充满了危机的 比如说图中红桥下面 那即将发生的撞船事故 那是否就说明这画家 暗喻着宋朝将要沉船呢 比如说还有那没人没兵 把守着城楼 是否意味着大宋五辈不休呢 比如说这图中 贯穿史中的那些酒家啊 酒店 是否就说明当时的宋朝 和西方罗马帝国一样 到处都是酗酒成性的 那些普通老百姓呢 所有这些呢 我们也可以解读为 就是画家张泽端 针对当时寂寂可危的北宋 当时那个政治和经济那种 场景吧 来画这个图 实际上是委婉地进行劝谏 特别是我们看整出的清明上河图 酒的意念是贯穿史中的 你看在很多地方很多场景 都是什么酒店啊 酒广告啊酒坛子啊 不仅用服务上层客户那种正店 还有服务那些贫民老百姓这个酒店 画出最后一家赵太成家 这个诊所 它的广告牌子上也写着什么呢 至酒所商 真方吉香丸 所有这一切呢 只能告诉我们一个意念 就是宋朝的经济非常发达 市场非常繁荣 内需也非常强大 因此呢百姓的消费能力是非常高的 我们要知道在我们中国古代封建社会 但凡是乱世或者是新王朝刚刚建立的时候 一般都禁酒 为什么 因为酒是粮食酿造 社会混乱老百姓连肚子都吃不饱 比如说乱世或者是新王朝刚刚开机立业之时 这个时候官府和官家绝对不会鼓励大家来造酒 更不会鼓励大家来喝酒 恰恰就是非常发达的经济社会 老百姓呢才能够喝酒酿酒造酒 因此呢酒实际上呢 就是社会富强的最大的符号 所以说解读了清明上河图 我们就知道 这幅常见当中传递的文化信息也非常多元 即便它属于现实主义这种风俗化 也依旧带有中国文化那种特有的 含蓄内林的底色 清明上河图和千里江山图 这两幅创造于宋徽宗时代的名画呢 都是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当中 我们现在如果观赏这两幅长卷 这两幅名画吧 肯定有很多人感叹 如果宋徽宗啊 在政治上也有他这种艺术的天赋 那就好了 宋徽宗造极 如果有这样高超的这种政治统一才能 肯定就不会有靖康之耻了 实际上人的精力还是有限的 你说宋徽宗 他如果把精力都放在治国方面 可能他的艺术啊绘画啊音乐啊 就各方面的造诣也就没这么高了 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呢 一个国家重靠软实力 什么这种艺术啊消费啊 这也是无法单独啊支撑起 这样一个整个国家的架构的 硬实力强劲 军事啊经济啊 这样啊才能真正的把整个国家支撑起来 才能在国际上呢享有真正的话语权 你所不知道的宋朝小知识 韩时节合并清明节 韩时节啊也是我们汉宗传统节日啊 唯一掩饰习俗来命名的节日 那么清明节呢是唯一一个以节气命名的节日 这两个节日实际上在节日起源习俗方面都大有区别的 因为这两个节日呢他们在时间上紧挨着的 所以说在节日氛围上呢有一些类似 因此呢人们常常以为韩时节就是清明节 实际上这两个节日还是不一样的 还包括跟他们相近的在古代那个上四节 如果想履清这三个节日的时间线也挺容易的 韩时节和上四节分别是在清明节的以前一后 他们正确的时间顺序呢就是韩时节清明节上四节 这三个节日呢虽然都有纪念或者祭祀的内容 但主题却是不同的 韩时节呢侧重感恩纪念踏清韩时 韩时节呢又被称为近火节 也就是延期了远古的一种改火就息 什么叫改火啊 古时候每到初春季节 气候干燥啊 为了避免延期火灾 人们在这个时候就要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 把上一年传下来的火种全都熄灭掉 重新呢来攥随取对新火 作为新一年的起点 到春秋时期呢为了纪念晋国的名臣戒子推 近火节呢得就转变成了韩时节 清明节就侧重扫墓祭祖 慎中追远 祭祀扫墓啊曾经也是韩时节的主要内容 但是在南北朝呢就被视为野祭 到了唐朝才被官方认定为 是这个应该加以纪念的这个节日之一 因为和清明节离的很近 韩时节的风俗呢就很早就和清明节相关联起来 扫墓呢也由韩时啊顺延到了清明 从宋朝开始呢韩时和清明啊实际上就已经逐渐的合而为一了 祭祀习俗呢也就挪到了清明节 至于上四节就侧重于游山玩水 谈情说爱什么三月三日天气新啊 长安水边多利人啊 杜甫这时写的就是上四节 上四节呢本来就有上四春夕这样的习俗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我们古代年轻男女相会 那就是上四节主要的活动之一 到了宋代呢特别是南宋 因为理学盛行啊 这个节日的活动呢慢慢就衰微了 因为上四节的清明节之后也是紧挨着 所以后来也被合并到了清明节 没一说中国史说点你不知道的事儿 我们下次见 你的热爱正在热播